接下來就要跟各位講養化與還原 講養化暨還原暨安定不安定 第一個呢叫做養化跟還原 我們在國二的時候教法叫做什麼叫養化 養化就是跟養結合叫養化 那什麼叫還原 就是失去養叫做還原 我寫這個講義的時候 我沒有注意到課本已經有加薪了 所以就是叫做國二 然後你在國三我們在教電子的時候 什麼叫養化 失去電子叫做養化 什麼叫還原 得到電子叫做還原 得到電子叫做還原 那麼所以呢 這是國二的教法 得養的叫做養化 失養的叫做還原 然後呢 我們以前就在國二就跟你講的一件事情叫做 有養化就會有還原 但是當時跟你講說 現在要用高中的定義 就是那個得電子跟失電子 可是現在不是高中 是國三的定義 得電子跟失電子才會有 不然的話 氫加養變成水 氫得到養 那有人失去養嗎 沒有 那怎麼會有說有養化就會有還原 所以要用得電子跟失電子 還是有人得有人失 但是重點是要記住 氧化還原一定相伴發生 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有還原就會有氧化 OK 其實你要記得你國三所學的 在教電子的時候 所教的什麼叫氧化 什麼叫做還原 OK 失電子叫氧化 得電子叫做還原 高中也是這樣子教的 高中也是這樣子教的 OK 好 那麼這裡就是氧化劑跟還原劑 氧化劑是讓別人氧化 所以自己會還原 還原就有點氧化 所以呢 氧化劑呢 我們就是說別人氧化 所以我要提供氧 所以在國中的大部分的題目裡面 有氧的那玩意叫做氧化劑 氧化劑 所以這裡每加二氧化碳 變成氧化每加碳 那麼二氧化碳本身還原 把氧送給人家 讓沒氧化 所以二氧化碳叫做氧化劑 二氧化劑 所以它叫到過來還原劑 又是什麼意思呢 還原就是反過來 讓別人還原自己氧化 自己把別人的氧給搶過來 美加二氧化碳 美把氧搶過來 自己氧化變氧化美 讓二氧化碳還原 所以美就是所謂的還原劑 所以分清楚誰叫做氧化劑 誰叫做還原劑 誰講了 氧化劑別人氧化自己還原 還原劑別人還原自己氧化 弄清楚它的意思 然後會判斷出來 誰是氧化劑誰是還原劑 誰是還原劑 那麼這邊呢 就有個所謂的自換反應 就是美加二氧化碳 我們有一種說法叫做 美取代了碳跟氧結合 第二塊叫做 美把碳自換出來 自換出來 改出來變成碳 那麼這樣就表示 美的活性比碳來的大 所以它可以把二氧化碳的氧搶過來 所以我看到這個方程式 我就知道美的活性比碳來的大 那麼大就會知道 當時要講的安定跟不安定 安定跟安定 那因為我的活性比你大 我容易把你的氧搶過來 所以我容易讓你還原 我自己氧化 那如果我活性小 我不喜歡氧 那我就把氧送給人家 就容易讓別人氧化 自己還原 就是做法 就會扯到我們說的安定跟不安定 好 活性大的金屬就是 我喜歡去把人家的氧抓過來 所以我是原住 我叫變氧化物 所以我不安定 但是我一旦抓到之後 我就死都不放 那就表示我的氧化物就是安定 因為我很容易把人家氧搶過來 讓別人還原 所以我就是好的還原劑 所以活性越大的金屬 本身就是越好的還原劑 那如果我活性小 我就不喜歡跟氧在一起 我就要把氧丟出去 丟出去 所以我的氧化物不安定 可是我原住的時候 因為我不愛氧 所以我就安定 那我是一個活性小的金屬的氧化物 因為我老是想把氧送給人家 讓別人氧化自己還原 所以我就越好的氧化劑 越好的氧化劑 所以我們就可以問你 誰安定 誰不安定 誰是好的氧化劑 誰是好的還原劑 還原劑 就這樣子來判斷 它會不會發生反應 那我們後面再給各位做題目 OK